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亦乐乎 很快乐吗 人不知而不孕 舒适力不高我也不生气 我不是君子吗 我的制片人才是小人呢 是吧 我不是很开心吗 所以孔子太好了 误独论语 误独 你还别说误独 我昨天看这个东西 我就发现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望闻生意 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 我在这学习 人家余老师 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素以为炫息 我一想我是说什么呢 笑得很漂亮 眼睛很漂亮 素以为炫息 我想的是什么呢 只有朴素 素敬的颜色 才是真正的绚丽 望闻生意吗 但是你看你一看他那些著书 你才知道 蛮不是这么回事 孔子说什么呢 惠世后素 就是说画画 是先分布重彩 分布各种彩色 最后呢 用素 把它间隔开 比如说用留白 把间隔开成就一个画 这是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女孩 光笑得漂亮 眼睛漂亮 这不够 还需要礼 就是用这个素 素色呀 代表礼 你还需要有礼 你才显得好看 真的 你比如说一个女 一个 哈哈哈哈 你就成傻大姐了 你必须有这个素敬的 这么一面 然后你偶尔冲我们 飞个妹眼啥的 他读伦语 你从伦语里 怎么都读这部分呢 他就是看女人 怎么笑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文涛 也读到一定境界了 伦语里边 极少能找到这样的部分 他居然不仅看了 他常常主持选美 他常常主持选美 我就把孔夫子 关于女人说的事 全记在笔记本上 那个余丹 唯女子与小人男养 也怎么解的 听说你有个心结 是吗 这是 由此一说 还不是我的解 因为古人对这句话 就本身有过多种注解 有说女子与小人 皆为强宝婴儿 也有说呢 女子为现在女子 小人就为 跟君子相对的小人 还有一说 就是小人等于小孩子 那我 你从第三种 对 我从第三种 把女人说成 跟小孩子一样 就说性情中 都有点 世子之心 是吧 道业师障 不如同心一丑 人家给我介绍 他的书的时候 就用这个例子 你知道吧 他这个心结 他说为女人 小人男养也 就是说 妇婴教育的重要性 这个 你自于小人 为男养的这句话 在论语心头中 根本没有出现 没有的 伪造的 没有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 我还给你挖了个坑 我说这个事儿啊 也隐含着 我看到有些人 对他的议论 就是寻章摘剧 老雕虫啊 就是说 就像这种素以为训息 你这个字 你解错了 跟那个著书不一样 所以说 你余丹讲的这个话 整个意思都错了 那你还 跟着我们大家白会什么呢 有这种对你的批评 你生气吗 我不生气 我一点都不生气 首先呢 我是心得 对不对 心得 心有所得 对吧 他定位很 我的定位就不敢说解读论语啊 我没有那个资质 没有那个学养啊 你在你在大学里教论语吗 教 也教 但是大学里的讲法跟这里不同 不一样 因为大学里头 人家是要拿这个文凭的 他是专业大学生 百家讲坛 他的定位是面对 初中文化水平左右的观众 就是他大众传媒嘛 电视台跟你 就是跟你说好 那当然 他还让我定位的年龄层是15岁 说还要让他们喜欢听 15岁以下还是15岁左右 15岁左右 他是把大家的水准就是平均化 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比喻 好在呢 这个论语这种东西啊 已经是数千年 无数家解过了 就是说 他要是去研究论语啊 他累死了 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 你要发表一篇文章 在文学遗产上就很难了 因为太多 他只是说 我不理你这些 但是我自己读的心得 我把我自己的感情放进去 但你想15岁的人 在掌世界观的时候 他们现在 就是说政治的道德 又不大相信了 西方的迪斯尼那些东西 家长也觉得不太好 所以有我们古人的这些东西 加一个发挥啊 就春风 就是阳光 就是就是你知道有时候 甚至是有点误解的话 也是解的蛮蛮有现实意义的 我觉得他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徐老师的 康儿就挖的比你漂亮 徐老师要说一句 甚至有些误解的话 也是可以原谅 你这征婚广告 徐老师是看进去了 其实呢 我跟你说吧 论语里面啊 真正有大量 非常非常好懂的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 截区凹牙去研究了那些 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括号先勤两汉专业 才看的那些 怕你瞧不起我嘛 我就得找点生辟的嘛 他说的也对 因为人家觉得你是大学教授嘛 人家很多人现在 把你当作论语的入门书来读 其实呢 其实你是一个怎么来说 其实香港啊海外啊 一直有种非常畅销的书 叫心灵鸡汤 你知道吧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不是不带贬义的 他很多呢 他们不是从论语 他们从圣经上 引来一两句话 然后呢 教导人怎么做人 鸡汤这个营养啊 很重要 它不是人参汤 它是很大众的一种 很人人都可以拿的 但是很重要对心灵的 我们缺这个东西 我们以前啊 讲青少年教育 一来就有一个革命大道理 拿一个大家都做不到的东西 他这个东西啊 就是他讲的道不远 其实文涛 我跟你说 有一些话哈 就摆在那儿 今天不加任何注解 人人一看就明白 今天比如我 给徐老师那个书上 写的那句话 所谓人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一看能明白吧 所谓说 君子跟小人的区别是什么 君子周而不比 照顾到所有人 但是不会说 比两个一样的东西 搁一块 结党营私 不会这样 小人比而不周 底下嘀嘀咕咕 就是所谓长期气 不能坦荡荡 不周 所以说 什么叫君子和而不同 就是坚持自己见解 但是他会顺从大家的一个决定 比如说你们这个节目流程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里边说自己的 但是你一定要尊重这个程序 比比就比出红眼病来了 周呢 你就搞好群众关系 这个再到一般的修养上呢 一讲呢 大家就通了 很清楚 但是不能细究 你要再细究下去的话 你这样周下去 就是照顾人际关系 人就是两个人 把所有的人生价值 变在人际关系当中 这个就很多人现在要批判 人际关系里面 其实孔子说的东西 也是你一下就明白的 过去我们对论语有多少误读 老认为说 这个要忍让 所以呢 要做到 以德抱怨 你特对不起我了 我还要代你以恩德 其实呢 孔子跟他学生说 以德要抱怨的话 何以抱德呀 所以他告诉他 你以直抱怨就行了 要留着以德去抱德 你说这难懂吗 哎呀 那我怎么老钻那些牛角尖呢 不不不 但是呢 在不难懂的层面上 你要再细究下去 也是很复杂的 比方说 君子跟小人那只比 我们常常可以看出 好像他是在讲道德的 一个正 一个好像是 但其实有些地方 你要仔细想想的 也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他讲的 讲君子什么 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不知道怎么 我这么一读啊 我就想起 现在那些被打白条的劳工啊 跟那些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啊 他们就是怀土啊 他开着出租车 就跟乡亲撂坑啊 然后呢 你说他要 他拿的白条 他当然要 要怀慧了 他当然要你给他发工资了 其实呢 如果你那个时候跟 跟那个弱势群体说 你不要怀慧啊 你不要想着奖金啊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民工是 是君子还是小人的 你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我觉得呢 就是孟子有个很好的注解 他说 无横产而有横心 为势为能 也就是这里面指的是那种 一时已经无忧的知识分子 就是为势为 我没有 没有这个横产 我可能家里头没有什么东西 比如像杜甫那样的人 他自己可以是 毛无为秋风所迫 然后他还想着要 安德广煞千万街 这是指一批知识分子 真不是指民工 是啊 但是 但是这就是 如果以半部论语之天下的话 如果不把它 只是作为道德休养 把它作为治国的话 那以前就讨论过 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他们始终 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君子只限于 士这个阶层 就百姓名啊 在他们的假定里 还都是小人 那么这跟现代观念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充足 比方说 小人予以利 君子予以义 那在现在 我们受英国的 这个这些 哲学家 理论的影响 经验主义的 人都是从自己的私利 从基本的生存 也就是说 人人予以义啊 人人予以利啊 你明白 就所以在这方面 他控制东西 会引很多争论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他的好处是 去掉这些争论 比方说 我看你就不谈什么 民可使 由之 不可使 之之 这类比较复杂的问题 他就告诉你们 什么什么 五日三生五生啊 或者学而时习之啊 这些 15岁的青少年 能够马上 能够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 他这个对象很清楚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现在我们所出的时代 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 也就是说变量的元素 已经太多了 我们现在其实缺的东西 是不变的标准 就是现在就跟我们在大海波涛上似的 你这个船可以随着海浪去前进 但是你不能不在船上背一个锚 你万一想要扎下去 说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就不希望说 再给大家说很多帆 很多奖 怎么样推波住来 而说给你一个锚 这个锚的东西是恒定的 让你定下来的时候 啪你能扎得住 所以我就觉得 要是有这个 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 你回归到一个朴素经典 找到一个人生坐标 那你选择很多的时候 这就很奢侈 你要没有这个标准 那就成灾难了 你就永远随波逐流了 是 还是得在变化的世界当中 咱们总是要追求一个不变的 就是女人的笑 在文学里边怎么样 有魅力 夫妻也是这样 是吧 明明老离婚 但实际都盼望着 能够从一而终 没老离婚 没老离婚 咱现在是真婚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个误读真是特别普遍的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叫秦硕 写了篇文章 我还看到引用什么呢 说1745年的时候 福尔泰讲中国 你想他怎么讲 说当你们作为思想家 来学习这个星球历史的时候 你们首先要把眼光看向东方 那里是百宫记忆的摇篮 西方的一切全是人家东方给咱的 他推崇孔子 说真正的圣人 人类的立法者 你别说 论语里就说呀 天将以孔子为目夺呀 就是就是说人类的立法者 但是呢 这误读啊 当时孟德斯鳩 根本不同意 说你胡说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一个国家只有用棍棒 才能让人民学会做做些事情 还有什么荣誉可言 他说咱没荣誉 这就你看当时 这种 你包括说中国 说明末 那个地图 与地全图 中国之外的所有的地方啊 大概画的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 这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界的一个 一个误读吗 那你看中国的山水画 从来不讲透视关系 对吧 对对对 这误读 所以我还听见一次 那个你像陈丹青老师 他讲的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 比如说中国这个画油画的 你当年没几个去过外国的 就是你没看过原作 这个美术的经验呢 你是看这个画册 对 你看画册 但是这也对你来说也很真实 于是你对西方油画的看法 然后你去创作你的东西 就是在一个误读基础上 也走出了一条路 这个误读有好多不同的层面 在最本本 在最哲学的层面上 任何东西都只能被误读的 就不可能有存在一个固定的 原定的本意的 那这个层面上呢 这很多人都讲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就普通在求学程度上 如果你跟一般的中学生 就跟他讲 所有事情都是误读的 那他明天告诉你 鲁迅是女的了 对不对 那不能这样来误读 还是有很多基本的东西 还得还得去遵守 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文学上讲的创造性阅读 创造性误读 就是说他本来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呢 解到他这个意思 但是很有创造性 很有帮助 所以所以那个还是 还是有积极 其实呢 我觉得所谓误读啊 有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的逻辑起点不一样 你就说中国历史上 我们说万古一帝 秦始皇是个什么人 这件事情 你现在说出一百种说法来 都有可能是对的 你可以说 他结束了整个春秋战国这个乱世 然后创建封建大义统 他是万古始皇帝 就是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历史英雄 这是一种读法吧 还有你可以说他到处都屠城 坑杀 然后呢 他作为一个虎狼之君 为什么要派荆轲去刺杀他 要去诛报秦 就是因为这个人太不好了 你说这也是一种解读吧 对 他说这个事要有想起 要不说为什么说讲李敖呢 我觉得这个那天李敖说一句话 我倒是在一个比他小的范围里 发现这一点 说起来可能不太好 这个话 他说据他的这个研究 他说这个是很沉痛的一件事 就是说呀 在我们这个人间 他认为大部分 有头有脸的 大部分出名的这些人 都是坏人 我跟你讲 我也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感受 说是得罪人 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平常接触很多人 各行各业 厂长 经理 就是说所谓在江湖之上 很成功的人 我觉得呢 往往是坏人 这是我的一种 就好像就是坏人才能出人头地 我跟你这么说吧 其实人的判读很难用好和坏 当然是这么说 你说的好人坏人 其实就是一个道德判读 如果你要说的话 你可以说汉高祖跟秦始皇 站在道德上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站在项羽和荆轲的立场上 你就说他们是坏人 但是你要站在历史文明进步角度来讲 这俩人都是开国的这种皇帝元旭 所以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讲这个话 就是逻辑齐全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 什么是误读 就是咱们三个人盲人摸象 比如说徐老师 他就正好摸着象耳朵 他就非说大象长得像扇子 你就摸着象尾巴 你非说大象长得像绳子 我摸的是象腿 我就非说大象像肚子 可是你说这个节目的魅力在哪里 就观众就看到了这个象 对 这就对了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在这里瞎摸 可是观众眼睛学亮 他们看到了 然后我们三个人不亦乐乎的时候 拼在一起接近大象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全程热情去摸那个耳朵 如果我们心中已经想好了 反正我们摸不到 所以我们无所谓 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了 每个学者 每个做官的 每个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人 他必须认为自己能掌握真理 对 如果他一开始都不想这么做的话 那下面的人看你 我跟你说 是谁谁都去摸 谁都误读 你知道最近我看着 《红楼梦》 《红楼梦》选秀 你知道 你知道来演那个贾宝玉的那个人 那他怎么误读啊 那个人就问他 在你心目中啊 黛玉是什么样子的 黛玉啊 这个一年大概三万多块钱吧 这误读 他以为问的是待遇 他根本不知道待遇是谁 这把待遇一年三万多块钱 好像你知道那个《红楼梦》的那位选秀 你听说了吗 有穿着戏服来的 有那个穿着芭蕾舞服来的 有扛着大刀来的 还有一条大汉 哗着来 说我要我要演贾宝玉 反正来北京四天了 也没找着工作 我就先演贾宝玉吧 反正你们管吃管喝 焦大 对对对 薛攀都不合适 没错 咱们还有一段这个视频 挺逗的 咱们来看看 《红楼梦》选秀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我是39号选手陈颖 我报选的那个角色是柳香莲 柳香莲 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是个 有武功在身的人 对对 我就会武功 我表演一个呀 好嘞 我就编点动作就行了 气死了 这要别说一下 多难 好 好 武功是吧 我以为武功跟武岛 它有点区别 武功那一般都能伤人的 你觉得你刚才这两下子 能伤到人吗 反正这儿要有一个人 我也能跟他打伙 反正跟他的遭遇比较相同 你跟柳香莲的遭遇比较相同啊 对啊 什么遭遇 你把谁给逼死了 我没把别人逼死 是别人调戏我了 这帮不要脸的 怎么调戏你了 老色咪咪的看我 我都不认识是谁 有时候走大镜上 有那色咪咪的男的 就这样 看看 我想 你看什么 你看 色咪咪的 行啊 你就直接说 你就不敢 还色咪咪呢 你说这是男的女的啊 男的 因为柳香莲就是被那个薛潘本给调戏 他就喜欢那个柳香莲嘛 然后有好多男的调戏 不是调戏 我就色咪咪的看我 所以我感觉我跟他的遭遇比较相同 于丹 看这《红楼梦》误读 什么感受 我欲无言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没话可说 是什么感受 你还别说 于丹没话可说 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对 他也是瞎说 英达那位置 据我所知 你也做过 我选的那些人 听说你还说话 巨厉害 我现在这个点评最大的无奈 我不如英达有快感 因为英达可以看到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但是我点评的呢 都是训练过度的选手 挑战主持人的那种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倒不一定是哪个节目 我参加很多很多这样的 就是做评委 对对做评委 那我最遗憾的呢 就是每一个人过分的准备了自己 呈现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铁板一块 柴米油盐都不尽了 你已经觉得呢 他没有任何的缺点 没有任何的瑕疵 他从这来就是给你表演来了 所以呢 就是你跟他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交流了 你觉得那个也很痛苦 他们说有一31岁的女的 好 然后血红的嘴唇 蓝色的眼睛 穿着露胸的 那种金丝的那大裙子 来了之后要演谁呢 要演史湘云 演史湘云 然后不由分说 甭管你评委愿意不愿意 自己在这跳了仨钟头 跳舞 像一个扇子去逮蝴蝶 是吧 对对对对 而且是据说评委还发现一点 就是大饼脸的女的 全都要演史湘云 就说我实在长得不像林黛玉 那我就去史湘云吧 这是因为早年那个电视剧 好像史湘云是个圆圆脸 留给这么一个印象 因为史湘云比较憨 憨态可居 比较天真 所以说误读啊 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听说他们那个 我看到有报道说 他们那个选委员会啊 还出了一本书 好像是指导读红楼梦的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书 我觉得这里边有点权力运作 因为很多人都去看 先看这本书啊 他们连红楼梦原作都不看 先看一个 而这个这个书 因为他们看谁啊 这个书是这个 这个剧组他们有关的 发行了这么一个书 这个很像是我们研究生考试以前出的那个考研